近日美国2049研究所发布散布所谓中国武力侵台的荒谬言论 一些台媒还据此鼓吹美国会为台湾提供所谓战时盟友储备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对此进行了评论 朱凤莲13号应询表示 2049研究所自成立那一天就明确了挺台返华 鼓吹美驻台以武剧统的任务 发表有关言论反映其一贯罔顾事实颠倒黑白 鼓吹中国威胁论驻台谋独的本性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民进党当局长期重金收买这个所谓智库 目的是渲染台海紧张 妄图以美谋独 以武剧统 其图谋不会得逞 有关台媒炒作美协防台湾的各种谬论 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灾难